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是一期值得收藏的视频 那这期视频呢我会为大家分享 我这几年自己买过和穿过的所有徒步鞋 做一个徒步鞋合集的分享 相信总有一双是适合你的 今天所讲的所有鞋子呀 而且都是男女同款的 所以男生和女生都可以看 好的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第一双是麦勒MWAB2中邦防水徒步靴 这是我买的第一双徒步鞋 经典的外形 防滑耐磨的Vibram大底 支撑回弹的EVA中底 结实又防水的鞋面 该有的性能都有 功能全面 性价比高 适合刚开始爬山的新手 要说有什么缺点 就是这双鞋相对有些厚重了 不够轻盈 鞋面也比较厚 夏天穿会比较热 下一双是赛罗蒙的X-Ultra 3 这双鞋很轻 单只只有330克 鞋底用的是赛罗蒙自己的技术County Grip 防滑性和抓地力都非常好 Gortex鞋面透气防水 夏天也不舞脚 它的鞋带这里 是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不需要记 只需要拉紧抽绳 非常方便 还不太容易散开 这双鞋 是我在今年之前 爬山穿的最多的一双鞋 石头路 大坡路 土路 草地 各种地形都走过 也算是身经百战了 那么今年我最喜欢穿的是哪双徒步鞋呢 别急 我们后面慢慢说 下一双是Ultra 它的型号是Lone Peak Hiker 这是我外出旅行最爱穿的一双鞋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舒服了 整双鞋 无论是鞋底还是鞋面都非常软 走一天也不会累 外形也很休闲 适合难度不大的青装徒步 长途旅行和日常行走 下面要聊到的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徒步鞋了 来自Hoka Oni Oni 型号是Anna Kappa 后中底和前后上翘的滚动平衡 设计是Hoka家鞋子最大的特点 那Anna Kappa的徒步鞋也不例外 大底同样是经典的Vibram香蕉 鞋面采用了超新的皮革和网面的拼接设计 再加上Gortex防水膜 整双鞋透气防水又清亮 那除了性能和舒适性之外呢 这双鞋的外形真的是深得我心 它的设计有户外的氛围 但是又很休闲很酷 因为太喜欢它的颜值 我还买了一双D邦的同款 就是这双棕色的了 除了邦的高度和颜色不一样 这双和高邦的蓝色Anna Kappa是完全一样的 D邦的设计也更休闲了一些 Hoka的Anna Kappa系列最近又出了一些新的配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 可能会有惊喜哦 那除了这两双徒步鞋之外呢 Hoka我还买过一双越野跑鞋 型号是Speedgoat 它的外形重量和舒适度都接近日常的跑鞋 非常轻盈和舒服 但是却有着适合爬山的防滑Vibram大底 跑山和轻装徒步都没问题 此外 家里还有一双男式的Hoka越野跑鞋 型号是Stinson ATR 它的定位是全地形跑鞋 大底虽然没有用Vibram的橡胶 但是鞋底的纹路和凸起还是提供了一定的防滑性和牵移力 中底则更加软更加厚更接近公路跑鞋的设计 大概是介于公路跑鞋和越野跑鞋之间的另一种选择 下面分享的这双徒步鞋来自历史悠久的意大利运动品牌Las Votiva 它的型号是Spire Gore-Tex 这双鞋是我分享的所有鞋中最贵的一双了 这双鞋完美的平衡了功能性和舒适性 长期霸占着各大户外测评排名网站的前几位 它功能全面 防水性能卓越 适合各种地形的长距离徒步和背包录影等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 这双鞋的包裹性非常好 所以比较适合偏窄的脚型 宽脚长的朋友如果想入这双鞋的话 最好先试一试 另外一双也是Las Votiva的鞋子 它的型号是BushButu Gore-Tex 这是一双全地形的防水越野跑鞋 看在现在的样子不难看出 这双鞋的使用率非常高 因为它结实耐造又很轻盈舒适 那时候在步道上 这双鞋也经常被穿着干一些重体迷活 比如打扫营地 户外或者室内搬砖 所以它也是很实用了 下面一双是我买的第一双国货徒步鞋 来自国货之光凯乐石 它的型号是货仓 那它的样子和颜色我都很喜欢 很休闲也很随性 透气防水技术用的是 凯乐石自己研发的FilterTek 这双鞋最牛的就是它的重量 它比同样是轻量级别的 Cellomon X-Ultra 和Hulk Anna Kappa的D-Bomb 还要再轻一些 最后这双鞋来自十足鸟 信号是Arios FL2 Gore-Tex FL是Fast and Light 轻量敏捷的缩写 这双鞋的定位就是高性能 轻量防水徒步鞋 这双鞋是双新鞋 仅仅试穿过 那发出来主要是为了给大家 做一个外观的参考 因为它的颜色和官网的图片 有些色差 网上的图片接近米黄色 而实物则更加接近绿色 家里还有另外一双 十足鸟的图鞋 也是Arios FL 这双是第一代 那么两双对比的话 可以看出 第二代跟第一代相比 外观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第二代的重量 也更轻了一些 十足鸟今天在鞋里上 持续发力 外观颜色和功能上 都做了不少的改动和升级 有机会我们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聊聊小鸟的鞋子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的 我自己的所有的徒步鞋了 有没有一双是你喜欢的呢 那希望这期的内容 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